因為繼昨天高端開董事會決定授權衛福部公布合約內容之後 警官署在現在目前憲政說明當中 一起來聽聽看 那今天的白天呢 我們有收集到一些包括立法委員或者是議員 還有一些知名人士 可能對於這個高端合約以及合約相關的一些議題 有提出一些質疑 所以我們總共整理了八個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在剛剛已經提供大家的這個新聞稿的連結裡面呢 都有這個針對八題逐一的一個逐條的說明 自問自答 那另外為了方便這位美女朋友可以容易檢索 我們也做了一個PDF檔作為附件 左邊就是一到八題的題目 右邊就是這個答案 來方便大家可以做整理 那如果說直播前面的觀眾朋友想要知道這個 哪些問題跟答案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到我們集完署的官網的首頁 在這個新聞稿的底下的第一個新聞稿 就是現在正在發布跟說明的這個部分 那裡面的附件呢 也有提供這個媒體的這個Q&A 那接下來就我來做主條的一個說明 那大概最多我們看到外界質疑的就是說 為什麼高端疫苗還沒有通過食藥署EUA 我們在五月底就已經完成這個議價跟簽約 那這邊疾管署還是要再次的說明 我們還原到當時那個2021年的這個疫情時空背景 當時是一個各國都在爭取這個超買 或者是搶購這個研發中的可能有期望 可以通過核核的這個新冠疫苗的一個時代 所以當時的新冠疫苗呢 不管哪個廠牌都是在臨床試驗的階段呢 各國政府就要先以預採購合約的模式 來進行簽約 這樣子才能夠讓廠商在這個疫情需求緊急的狀況之下 能夠預先控留屬於那個國家所需的疫苗數量 那等到廠商順利的完成這個 研發跟專案核可製造許可之後呢 就可以儘速把這個已經提供的這個疫苗來讓民眾來接種 所以這個做法是跟國際上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表等理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搜尋到的這個 除了台灣 我們事實上除了高端以外呢 我們陸陸續續有接種過的 包括AZ BNT莫德納還有Novavax 這四個廠牌的疫苗 加上COVAX所提供我們的AZ跟Novavax 都是在這個EUA核准之前 我們就已經先做了這個預採購合約的簽署 這邊都有詳細的日期 大家可以再來對照來比較 那除了我們台灣之外呢 事實上還有包括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日本 韓國 澳洲 這六個國家以及歐盟 總共就是七個國家或地區 總共有27個這個疫苗的合約 包括AZ BNT莫德納、Novavax 也都是在EUA核准之前 就已經簽署了這個採購合約 所以這樣的一個預採購模式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底下 事實上是各國接染 這邊先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好 那因為就是預採購的關係 所以會面臨到就是說 萬一最後這個廠商的疫苗 沒有研發成功 沒有通過這個全管單位的核可的時候 就會面臨到一個解約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的合約次上精神也是一樣 我們在5月28號所簽的這個對象 是包括高端以及聯亞 兩家有進入第二期臨床試驗的國內廠商 其中像是聯亞後來因為沒有順利的取得EUA 所以我們就依照跟它的採購合約進行解約 那這個部分也就它要負擔它自己的一些所產生的損失 所以在這一個條件下事實上是高端跟聯亞都同樣進行了這樣的一個簽約議價的過程進行預採購 但是最後是因為聯亞沒有取得EUA 所以依照合約就終止了 那這個條件事實上都是為了確保國人最大利益 在這個談判的過程當中去談出來的 那各期的付款也都會在這樣的一個預採購精神之下 要提供相關的生產證明文件 還有原物料的一些工作文件 才能夠完成這個相關的付款條件 所以這個是因為預採購的關係 這邊特別跟大家說明 所以EUA通過之前就已經完成議價跟簽約 是在當時的一個時空背景底下 國內跟國外都在做的一件事 並不是台灣獨有 也不是獨厚高端 第二個我們看到很多人在質疑的就是說 高端通過EUA應該是講說高端進行這個專家會議審查 EUA是在7月18號 然後在7月19號的我們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就指揮官跟大家說明 有請食藥署來這邊就細節來做說明 那我們是不是這個 因為大家昨天看到合約說有一個7月31號 要求要通過EUA 所以這兩個日期很靠近是不是有什麼貓膩 那我們這邊正重要澄清 事實上高端在6月15號就已經提出EUA申請 那事實上也歷經了一個多月 食藥署的內部審查 主要是委託給這個醫藥品查驗中心CDE來執行 當中有包括一些資料補見 還有提供更詳細數據 以及要敲定專家會議的時間等等 所以最後是在7月18號 召開了專家會議來審查 並沒有說他到這個壓線再來提案 然後加速讓他審查通過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個相關的審核過程都有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說明過 而且都是按照法定的程序在辦理 那機關署事實上也不是在他一通過EUA就立刻開ACIP會議來討論 我們也是在這個EUA的這個會議開完之後 一週後才召開ACIP的會議 讓專家有充分的時間可以了解跟來討論 那上述過程我們都有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宣布過 那這個兩個日期事實上毫無關聯 所以請外界不用因為他們的日期很靠近去影射 有這樣的一些可能貓膩或者是說完美巧合等等這些情形 第三個跟日期有關的一個外界的質疑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EUA通過隔天 事實上應該更嚴格講就是說是專家會議開會7月18號 決議可以通過EUA的隔天7月19號 我們就簽保密合約 這兩個日期太靠近是不是也有什麼貓膩 那我們這邊要說明就是說 為什麼要再多簽這個保密合約呢 主要是因為在第一份我們所簽署的這個採購契約當中 沒有納入這個商業保密的條款 所以高端公司在6月8號的時候 用email來提出 那他希望就是說能夠考量他在採購 預約跟旅約的過程中會提供很多原物料的資訊 未免就是這些重要的原物料價格 涉及到這個國外供應商機密的資訊會外流 那所以他希望說我們可以來增補這個保密條款 那這邊在口頭補充就是說 他事實上是在7月6號也有正式來函 所以不是只有一封email而已 那我們就是在後續收集到他的這個所提的一些保密合約之後 經過簽辦的過程 在7月19號完成這個保密合約書的增補 那這個日期事實上跟這個7月18或者7月19 這個EUA審查通過或EUA結果宣布都沒有任何關聯 我們可以舉當時同一個時空背景的聯亞疫苗也來跟大家做說明 聯亞的EUA事實上是在8月中下旬才完成審查 那但是他也是在7月22號就以同樣的一個精神 跟我們簽訂了保密合約 所以呢EUA是不是有通過 EUA是不是有完成審查 跟要不要簽保密合約 這都是獨立的事情 並沒有說這個日期上有互相牽制 或者是有互相綁住的這樣一個狀況 那國際上可以看到就是像韓國 他也是有在這個2022年的1月12號EUA通過的當天 就已經這個簽署了這個NOVAVAX的合約跟保密條款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台灣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那第四題以下就是有一些是我們昨天有說明過 或者是說是比較更技術面細節的一些事情 就比較快速一點的帶過 大家都還是可以參考我們所提供的這個文件 那這邊有提到就是說這個我們在採購契約裡頭 大家會看到有一個表格 是提到就是說疫苗的效期可以依規定來展延 那有人就質疑說連EUA都沒有通過 為什麼就會在機股裡面訂定疫苗可以展延效期 那這個疫苗可以展延效期的規定是我們預估的 就是說當時的廠商根據食藥署 如果執行安定性試驗 通常都會先合給一個6個月的效期 而後來事實也證明就是說 每一個我們的新冠疫苗在通過食藥署的合可之後 都會先給一個6個月的效期 但是之後都可以展延 但展延都必須要按照食藥署的規定 繳交相關的一些佐證資料 還有進行這些試驗的結果才可以來做展延 你現在可以聽到的是機關署 剛剛在下午4點鐘的時候 臨時開了這場記者會 他們主要就是要針對這幾天 從昨天的高端疫苗相關的採購合約曝光之後 在野黨的質疑 包含了在野黨的立委還有議員他們的質疑之後 機關署剛剛特別出來一一說是要來破這錯假訊息 但也強調這高端在6月的時候就已經申請EUA了 所以呢這並沒有所謂的隱藏任何的貓膩 那在完整的部分 我們也將會在中間的各頻道把它剪輯出來 讓更多觀眾朋友可以來仔細聽聽了 好我們剛剛提到機關署在昨天公布了 高端疫苗的採購合約 這立委當選人徐曉星馬上就發現 我們剛剛提到的高端在7月19號通過EUA 當天就立刻居然可以改簽更嚴格的保密合約 並在還沒有取得製造許可以及審查的情況之下 就決定採購一計881元 他們也痛批根本就是高端跟政府的超完美配合 對此委託部長崔樂元他只有表示 買東西本來就要錢難道簽約還要看良辰即日嗎 不然要哪一天就要去拜拜 求看個良辰即日嗎 各位不要忘記在當時的話 所有的事情都很緊湊的在進行 並沒有說特別去挑什麼樣的時間 EUA本來就是在他申請 然後要開會 然後去決定說要不要給這個EUA 本來就是一個程序 那EUA討論合約的部分的話 一開始我們採用的是那個工程會的這個標準合約 那在標準合約裡面 他的這個保密的條款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高端跟這個疾管署這邊就參照 國外的這些合約的內容 保密的條款的內容 就另外再訂了一個保密協定 那這個是合理的啊 那剛好時間 時間有先後本來就會有先後啊 就是他有保密協定 在那個地方 那除非說 這一個高端那邊願意說說提早解密 我們才可能公佈嘛 那剛好就是他們要開董事會 來做決定嘛 那時間就是這樣子啊 這並不是可超市在我 是由高端那邊來做決定 好 那徐曉信在講說什麼 就賺40億 本來你買東西不用付錢嗎 那這40億就是付疫苗的費用 合約裡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單價多少 那怎麼樣算 那那個贈品是有多少 這個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 不可以說人家有收錢的 大賺什麼啦 這是國家跟他們公司買的疫苗嘛 事實上也是買了他的交貨的吧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客費有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